我再提醒大家一遍了啊 空调千万别开到26度了 我要说你连空调都不会开的呀 您可别生气 如果你们开空调就关窗的 那第一步就做错了 其实99%的人啊都不会开空调 想要让家里的空调啊省钱又高效的 那我来告诉大家几个实用的好方法 大家好我是小张 我是格力空调技术部门连续十年的金牌技术工程师 从事空调维修售后的工作呀已经十年了 我主要的工作呀就是给我们空调售后师傅啊进行技术培训的 他们遇到一些空调的疑难杂症的问题呀 处理不了就会报告给我 然后呢由我来统一解决研究问题 简单的来说呀 我就是那些空调师傅们的师傅 所以说呀 只要跟空调有关的问题呀 只有您没听说过的就没有我不知道的 今天呀 我也是刚处理完一个空调的问题 我就给大家拍一个视频 告诉大家如何正确的使用空调 记住我以下这几点 空调啊是开一整天才只用一度电 这第一呀就是空调有一个叫自清洁的功能 大部分人呢都不知道 它可以有效清洁里面的一些细小灰尘 咱们呀先把空调关机 然后双手按住灯光和辅热两个按钮 大概三秒钟以后啊 你会听到第一的一声 这个时候啊清洁系统就启动了 这第二啊就是先开空调后关窗 很多人呢 一到家里就先把窗户啊给它关起来了 然后啊再去开空调 觉得这样啊可以省电费 其实呀这个是错误的 正确的方法呢 应该是先开空调 然后打开窗户啊 让它吹个十分钟左右 再把窗户给它关起来 这样啊可以先排出室内的热气 让它更省电更高效 这第三啊 夏天空调开久了以后啊 咱们室内的空气啊 就会变得非常的干燥 这个时候啊 你在房间里面放上一盆水 再放上几片生姜 不仅有助于增加房间的湿度啊 还可以帮助咱们更好的睡眠 这第四啊 就是不要让空调总是开开关关的 空调在启动时的耗电量啊 是正常运行时候的七倍左右 如果你温度一冷 马上就关掉 等一会儿热了呀 再打开 那这样啊 反而更加的耗电 而且呀 还会让你家的空调寿命 变得更短 这第五啊 就是空调温度 不要调太低 温度每降低一度啊 耗电量就会增加10%左右 空调最省电的呀 不是26度 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啊 咱们给它调到27度 再打开睡眠模式 使不冷也不热 睡得刚刚好 舒服还省电 这第六啊 家里空调不至冷啊 就要加浮 这个呀 是大错 克错 加一次浮啊 就要拧个几百块 其实大部分原因啊 不是因为缺浮了 本质原因呢 是因为家里的空调 灰尘和污渍太多了 空调是需要定期去清洗的 常年不清洗的空调啊 这里面会积攒 大量的细菌和灰尘 这些细菌和灰尘呢 吹的房间里面到处都是 想想偷皮的翻麻 而且呀 灰尘堵在了空调的进风口 这个风进不来 这种效果呀 还特别的差 而且还特别的费电 所以说呀 咱们每年 都要给家里的空调啊 做两到三次的大清洁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我刚才拍的视频 这个空调啊 采用了一年左右 就已经脏成这副样子了 其实清洗空调啊 咱们自己在家里啊 就可以做了 不需要您花个大几百块钱啊 请人上门来清洗 只需要根据我的操作 清洗三个地方就可以了 非常的方便 清洗完以后啊 您家的空调就跟新买来是一样的 出风量又变大了 这种效果呀 还特别的好 那些上门清洗空调的人啊 最害怕的 就是我讲了这个方法了 大家可以给我点一个 不要钱的小红星 跟大拇指 先收藏起来 这样啊 随时随地啊 都可以拿回来翻看 接下来 我就教大家 如何去清洗空调 第一步 把空调电源线拔掉 打开空调的面板 就可以看到里面的过滤网了 把过滤网拆下来 放在水龙头下面 给它好好的冲洗一下 然后啊 就是过滤网后面的蒸发器了 如果空调不至冷啊 大多数原因 都是因为蒸发器上面的灰尘 污渍 积累的太多太多了 所以说蒸发器啊 是我们清洁的一个重点 一般啊 我们都会使用这种 专业的空调清洗剂 我们给它喷在空调 蒸发器上面 喷完以后啊 咱们先不要去管它 让这个清洗剂啊 慢慢溶解掉 上面这些脏东西 趁到这个时候啊 咱们来清洗第三个地方 就是空调的风轮 风轮啊 特别容易潮湿发霉 所以说啊 咱们不能马虎 我们一只手啊 去转动这个风轮 另外一只手啊 把这个空调清洗剂啊 均匀的喷在上面 全部喷完以后啊 然后你等长个十分钟到十五分钟 让这个清洁剂啊 充分的发挥功效 溶解里面这些污垢和脏东西 十五分钟以后啊 咱们就可以把这个过滤网 给它装回去了 然后啊 把空调的面板和出风口啊 来关好 插上电源 空调有自清洁功能的 就使用自清洁功能 没有的话呀 就打开空调的吹风模式 档位调到最高档 开上个十五分钟 咱们家的空调啊 就清洗完毕了 这个时候啊 咱们家的空调 就跟新买回来是一样的 出风量变大了 这种效果呀 还特别的好 那么有朋友可能会问了 刚才喷上去的泡沫呀 就不需要清洗了吗 对的 不用清洗了 因为蒸发器呀 会产生大量的冷凝水 把刚才溶解的脏东西呀 顺着排水管道 直接排到室外去了 这一款专业的空调清洗剂呀 现在很多的家政公司都在使用 只不过是他们呀 不会告诉你 因为它既便宜又好用 只需要几块钱 就可以清洗一次了 现在市面上啊 有很多种的空调清洗剂 贵的坑人 便宜的呢 还不好用 我只相信啊 我自己用的这一款 它是大多数人用了以后啊 都表示非常好用的 还会反复去购买的 如果大家不知道 去哪里可以买到这款 专业的空调清洗剂 或者出去买呀 又嫌弃麻烦的 可以点击左下角我的头像 下面呀 有一个橱窗 那我用的呀 就是这一款了 趁着现在还有活动 抓紧时间带回去 试一试吧 着这一口